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一课经济学 听到经济学这三个字啊 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不耐烦 有些同学可能会想 我又不是学经济学的 我干嘛要去了解它 这和我能有啥关系啊 其实啊 大有关系 任何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个体 他都需要了解一点经济学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 他所研究的并非是单纯的钱 而是研究陌生人之间 协作规律的一门学问 我们所有人啊 现在都是生存在一个 由陌生人组成的 大规模协作的现代社会当中 但是我们人类从远古蛮荒时期 所带来的思维模式 却是一直在依靠我们自己的直觉 去理解眼前的世界 那么当用直觉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时候 我们自己啊 正处在无知 但是却不自知的状态当中 所以说 经济学 虽然不需要学到很精深的地步 但是必须去了解那么一点 就算我们不以它为职业 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些经济学的 理性思维的方式 去学习经济学的智慧 这可以让我们眼中的世界 立即焕然一新 在现代社会中 做一个明白人 摆脱被自己直觉控制的生活 了解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 对这个有海量陌生人 紧密连接的社会 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和更加理智的决定 仅仅凭借自己的直觉 是无法正确理解 现代社会的 如果您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 那么 我说几个观点给您听一听 您判断一下 新的机器会抢走就业 抬高关税 能够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 鼓励出口 抑制进口 国家就会变得更加的富裕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能够保护穷人的利益 您对以上的观点如何看待呢 如果您认同 我说的这几个观点的话 那么恭喜你 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 你的理解范围 您应该学一点经济学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 其实出发点是保护穷人 维护公平 人人都应该有工作 和多挣外国人的钱 但是这些直觉上 无比正确的起点 最终却导向了错误的结局 以上这些观点 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这一本 《一刻经济学》当中 所驳斥的谬误 这是一本畅销了 70多年的经济学入门书籍 作者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亨利·黑兹利特 这本书中 他没有一个数学公式 没有任何生僻的概念 他用最朴实易懂的语言 阐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 主要理论 作者黑兹利特本人 他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 坚定拥护者 他反复阐述了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学的艺术 在于不只观察任何行动 或者政策的利己影响 更要看它长远的影响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 不只追求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 更要看它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而我们很多的公共政策 甚至是至今的一些政府政策 都忽略了这一点 这本书他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刚刚结束的时候问世 一直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 被再版了41次 那些赞誉并且推荐过他的经济学大师 像是哈耶克 弗里德曼 这些人早已离开人世了 但是这本书却依然生命力勃发 甚至有人说 如果你这辈子只读一本经济学著作的话 那么就是它了 一刻经济学 那好 在下面的时间里面 就让我带您去领略经济学的魅力 学习经济学的智慧 逃离自己无知而不自知的状态 那我们的话题 就先从一扇被砸破的橱窗说起吧 话说呢 你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 你的店面有很漂亮的玻璃橱窗 有一天跑来一个小屁孩 拿一个石头光 就把你的橱窗给砸了 小孩跑了没抓到 没有办法 你只能重新买一块玻璃 花了一千块钱 损失巨大 这个时候啊 街坊四邻就过来安慰你了 有人就说 你看啊 现在表面上你是损失了一千块钱 但是这一千块钱呢 用来买玻璃 给了玻璃店的老板 你等于是推动了玻璃业的发展啊 那玻璃店的老板有了钱之后呢 又会把钱花到别的店铺 这样你就间接的推动了所有行业的发展 最终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了 你自己也就跟着受益了嘛 那如果玻璃一直都不破的话 玻璃店就会倒闭 玻璃店倒闭了 那么他的老板也就没有钱再去买其他行业的东西 所有的行业都会跟着不景气的 整个社会就不好了 你也就跟着吃亏了 所以说啊 你的玻璃被砸了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你就不用再难过了 怎么样 乍一听 是不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是啊 这是黑兹利特要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这叫做破窗谬误 为什么 那如果这一套说法成立的话 那个本该被打屁股的小孩 岂不是成了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恩人了吗 那我们何必要等到别人来砸我们的玻璃呢 我们就应该动手自己砸 甚至是把自家的房子拆了 那不就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了吗 由此可见啊 破窗理论 它就是一个谬误 但是刚才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个理论乍一听 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呢 因为啊 我们只看到了这一千块钱 它用来买玻璃 推动了玻璃业的发展 而没有想到的是什么 是这一千块钱 它原本是用来买面包 买饮料 或者是买衣服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千块钱 对于玻璃业经济促进的作用 而忽略了其他行业所受到的损失 这一加一减 总的来说 杂玻璃这件事情 它并不能够对经济 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 而仅仅只是一种财富的转移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要注意到那些 看不见的东西 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但是很多的经济学者 常常都在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您还别不相信啊 我们给破窗谬误 穿上一件马甲之后 您看看 还能不能够认得它 很多人呢 不屑于谈论像是杂玻璃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但是却最心于说 巨大的破坏行为 能够让人受益无穷的理论 这里所说的巨大破坏 指的就是战争 很多人 甚至是很多经济学者 都秉持着战争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 首先 是所谓的需求阻塞理论 他们说啊 战争过后 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 人们需要粮食 需要水 需要衣服 这些生活必须 它需要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呢 大量的房屋 公路 桥梁 还有城市 都需要重建 在这样巨大需求的面前啊 供给方 就不存在产品滞销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你无论生产什么 都可以马上卖出去 都可以直接转换成 财富的增长 这不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吗 这是第一点 其次呢 被战火洗礼之后的人们啊 一无所有 这就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力 由于想尽快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就开始努力工作 所以从个人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啊 战争 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是第二点 最后呢 他们找了个鲜活的例子 就是二战之后的德国 还有日本 之所以他们能够实现经济的腾飞 就是因为 他们比其他国家 拥有更多的战后优势 他们的那些老旧工厂啊 在打仗的时候 全部都被摧毁了 所以他们可以更换 更加现代化的厂房 还有设备 生产效率 就得到了提升 那关于战争 有利经济发展的说法 基本上 就是上述的三点 是不是听起来 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但是仔细一想啊 就不对了 我们只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常识 就可以破除这三点谬误 首先 所谓的需求阻塞理论 我们想想看啊 如果说巨大的需求 就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话 那么现在世界上 哪里需求最多呢 就是非洲啊 那里的很多人 都还是过着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的生活 但是很明显的是 拥有如此巨大需求的地方 他的经济发达吗 并没有啊 为什么 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啊 我们需要分清楚 什么是需求 什么是需要 战火 他所摧毁的东西越多 那么当地就会变得越贫困 当地的需要就会越多 但是这里只能叫做需要 有效的经济需求 光靠需要 它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 所以当今非洲 对于产品的实际需要 是远远超过我们中国的 但是它的购买力 以及由此所带来的 创造商机的能力 却是远远的低于我们中国 意思就是说啊 跑车 豪宅 这些都是好东西 我都想要 但是我却没有钱买 当我有钱的时候 这才叫需求 而没有钱的时候 只能叫做需要 需要 它是不能够推动 经济发展的 那其次呢 所谓的战后激发 人们的工作效率一说啊 就更加的不值一搏了 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希望自己和家人 更加努力的工作 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会采用烧掉自己的房子 来对家人进行激励吗 所以说啊 对于个人或者家庭来说 是伤害 是灾难的事情 那么对于由无数个人和家庭 所组成的国家来讲 同样也是灾难 和伤害 最后一点 战争摧毁了旧的工厂和设备之后 得以引进新的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 先动用我们的常识想想看 如果真的这是一种战后优势的话 那么现在的发达国家 完全可以立即拆除全国的所有厂房 岂不就是获得了这一优势吗 我们顺着往下面说 如果我是一个工厂的厂主的话 今天我建了一个新的厂房 第二年它就是旧的了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我就应该在第二年 把厂房给炸了 重新建一个 那这符合我们的常识吗 道理很简单 因为厂房和设备 它是有折旧的 一个新的厂房一百万 十年折旧 第二年九十万 第三年八十万 一直到第十年的时候 我的厂房资产才归零 这个时候你来个炸弹 帮我把厂房炸平了 那还行 我谢谢你 因为我不用花钱自己拆除了 就省了一点点的拆除费 但是如果我裁建好 你就给我炸了 我可是一百万全赔啊 难道我还要谢谢你 给我带来什么所谓的战后优势吗 所以啊 通过上述的三点剖析 我们能够清晰的认识到 战货之福 它只不过也是一个谬误罢了 我们需要总结一个概念 那就是需求和供给 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是从两个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 供给它会创造需求 因为归根结底 它就是需求 而当战争摧毁了多少生产力的时候 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多少的实际购买力 那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我们聊一下关于政府投资 公共建设工程和政府税收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 我想应该没有哪一种信任 比起人们对于政府投资 抱有的信心更加的持久 更具影响力的呢 我们都坚信 政府开出的药方可以包治百病 哪个地方经济不景气了 政府投资 拉动产业经济 哪个地方出现失业问题了 那么政府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总之就是政府一出手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 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要说 政府投资建设一定数量的基础设施 那是绝对必要的 比方说道路 桥梁 隧道 警察局 或者是消防队 等等的这些 因为社会 对于这些基础设施 本身是有巨大的需求的 但是呢 如果把政府投资 公共建设工程 当作一把手术刀 用它来提供就业 或者说它可以创造出 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 那么就会存在问题了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方说 现在政府呢 要花五千万来新建一座大桥 在建桥的过程中 需要雇佣一千名的工人 来参与施工 一年之后 桥修好了 通车了 还需要一些工人 对这座大桥进行养护 而且呢 大桥两边还开了很多的商店 像是餐馆啊 小卖部啊 还有修车行 一片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的景象 你看 政府投资 干得不错吧 修桥和桥的养护工作 提供了多少的就业啊 而且桥修好了之后呢 还带动了餐饮 购物 汽车修理 还有服务业的发展 这座大桥呢 又修得那么的漂亮 还顺便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你看 政府的这一招 干得好不好 确实好 但是我们可不要忘了 刚才强调过的 我们要注意那些 看不见的东西 首先 桥是凭空出现的吗 修桥的5000万 从哪里来的 政府税收啊 那政府税收哪里来 就是我和你 每个人的口袋里面 为什么政府投资 公共工程 要和政府税收 放在一起来说呢 因为政府 它是没有盈利能力的 政府的所有投资支出 都来自于我们 每个纳税人的口袋 如果这些钱 还在我们口袋里 会怎么样 就和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 买吃的买喝的买衣服嘛 说到这里啊 就不难发现了 这座桥 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就是那些 看不见的其他地方 所失去的就业机会 建桥公人 每增加一个 那么汽车制造工人 洗衣机制造工人 服装制造工人 就会减少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 多出来的这座桥 而看不到的是 那些没有制造出来的 汽车洗衣机 还有衣服 所以啊 这里新建大桥的背后 其实就是那一扇 被打碎的玻璃 它没有创造出 所谓的新财富 它只是对财富 进行了转移 是通过牺牲 其他的财富 而把特定的财富 集中表现出来了而已 那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 政府投资新建联租房 说联租房这个东西 和修大桥就不一样了吧 这可是民生工程啊 新建联租房 确实能够带来 不少心理上的益处 建设时候繁忙的工地 完工之后 崭新的楼房 入住的时候呢 乔迁者脸上喜悦的笑容 但是啊 联租房 它是政府投资行为下的 经济畸形儿 正是因为联租 所以它的建设 以及养护成本 是不可能依靠后期 收取廉价的租金所回收的 而这部分的缺口呢 又是来自于政府的税收 所以啊 看不见的是因为 这部分税收 使其他行业造成的损失 这样其他行业的工作岗位 就会减少 因此而失业的人呢 反过来 又要去找政府 申请联租房 所以啊 在新建联租房的同时 政府却在迫使更多人 只能够申请联租房 去解决他们自己的 住房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 其一 创造就业机会 其二 它所创造的财富 是其他方式达不到的 这两点 完全都站不住脚 修大桥一类的政府投资 还只是财富的转移 而新建联租房 却成了整个社会 经济财富的损失 而且我们还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政府推行这类计划的主要目的 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话 那么以至于这一项计划本身的经济效用如何 就反而成了次要问题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工程越是铺张浪费 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 就越能够达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用于支付公共建设工程的税收 就远远不如纳税人自己 在市场中把这笔钱花掉 来得值当 我们再顺便提一下政府税收的事情 关于税收 我们一直也听到这样的声音 说应该多收富人的税 把从富人那里收到的税 再来补贴给穷人 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缩小贫富差距 使得社会更加的公平 那么就让我们站在富人投资的立场上 再来看看这个问题 企业家在市场里面打拼 如果亏了一块钱 那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面拿出去一块钱 而当他赚了一块钱的时候 却要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用来交税 他可能最终只赚到了八毛 那如果对于富人的税收再提高 我冒着损失一块钱的风险 只能赚到五毛钱 三毛钱 甚至一毛钱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富人 你还会想尽办法去投资吗 结果就是富人不愿意投资赚钱 各种各样的中小企业相继倒闭 大量的人员失去工作 那个时候倒是真的贫富差距缩小了 因为大家都变成了穷人 当然了 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 一定数量的税收 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围绕这个目的合理的税收 对于生产它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 同时呢 作为回报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能够保护生产 同时能为生产者提供更多的回馈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 赋税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 民间生产和就业 它所受到的抑制也就会越大 那下一个话题 我们再来聊一聊就业相关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使用新的机器 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失业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举个例子吧 制造缝衣服的针 这一项工作 一个工人 如果不使用机器的话 一个人一天 只能够制造出一根针 但是一旦使用机器之后 每人每天 可以制造4800根针 这是什么概念呢 意思就是说 在这4800个人当中 只要有一个人使用机器 那么其余的4799个人 全部失业 这是不是很糟糕 还有更糟糕的 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时候 英格兰的织袜叶 开始使用一种织袜子的机器 当时的手工工人们就想 机器一来 我们可怎么办 结果就发生了暴动 大量的机器被损坏 甚至还烧毁了厂房 就连织袜机的发明者 他都遭到了威胁 被迫逃命去了 一直到军队出面镇压 秩序才得以恢复 这件事情才算平息 但是在使用织袜机之后的40年时间里面 英格兰的5万名织袜工人 大多数都没有从 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 解脱出来 你看看 这是不是在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 机器是拿走我们工作的罪魁祸首呢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工业革命200年以来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做呢 我们再看看19世纪末的时候 织袜业是什么情况 他所雇佣的员工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多了 而且是增长了100倍 这是为什么呢 同样的事情 在棉纺业也出现过 1976年 英格兰有8000个人从事棉纺行业 后来呢 棉纺机出现 棉纺机在推广过程中啊 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但是27年之后 整个英格兰 从事棉纺业的人数 从8000人增长到了32万人 增长了44倍 那么机器真的会带来失业吗 我们就来分析看看哈 刚才说的织袜业和棉纺业 引进了新的机器 提高了生产率 因此呢 就裁掉了大量的员工 乍一看啊 就业机会确实是损失掉了 但是与此同时呢 机器本身 他也需要人来制造嘛 所以生产机器的工作 就被新制造了出来 另一方面呢 因为使用机器之后 成本降低 效率提高 那么行业本身 就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那他们拿着这些利润 要如何使用呢 我们来想想看 首先 投资再生产 购置更多的机器 雇佣更多的员工 生产更多的产品 这就直接创造了 新的就业机会 因为产品越来越价廉物美 那么买的人就会更多 需求弹性的原因嘛 整个市场就被扩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 产业公认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 甚至是上百倍 第二种花钱的方法 是向别的行业投资 跟刚才说的第一点一模一样 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种呢 就是胡吃海灾 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 把这些财富给消费掉 这虽然不需要直接雇佣人员 但是他却间接的 为他所消费的场所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说 关于机器带来失业的问题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确实应该主要关注 经济动向的长期影响 但是短期影响 和对特定人群的影响 还是需要考虑的 就像刚才说的 英格兰的五万名支挖工 因此失业 这确实是悲剧 但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 都会带来个人的悲剧 我们确实也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 技术进步的主要后果 以及它的长期正面的影响 其实啊 国家的经济目标 和个人的经济目标 它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用最少的付出 获得最大的收益 人类社会的经济起步 是依靠同等生产力 获得更多的产出来实现的 为此呢 我们采用牛采用马 这些动物 替代我们人力负重 后来呢 我们发明了四轮车 紧接着是卡车和铁路 就这样 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 省力的发明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今天很多人 都忘记了这个出发点 而把充分就业 当作最终的目标 其实啊 就业 它只不过是一个手段罢了 提高生产力才是目标啊 文明的进步 其实是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 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 当国家整体变得日益富裕之后 我们才得以静止使用童工 得以实现老友所养 大多数的妇女 也才可以专职的照料家庭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不是十年之后 还能够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而是在于我们的产出 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的生活水平 能够提升多少 只要有更多的东西 那么今天人们 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 才能够得到 更加轻而易举的解决 我们只有把目光 放在如何让生产最大化上 我们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好 这个问题也说完了 我们继续来破解 开篇所提出的那几个问题 既然说到了国家政策层面 我们就来聊一聊贸易壁垒 看看关税究竟是保护了谁 还有国家是否应当积极地支持出口 而抑制进口 先来讲个故事吧 话说美国有一家羊毛山的制造企业 羊毛山售价30美元 而同等质量的英国羊毛山 进口到美国 价格是25美元 但是需要缴纳5美元的关税 所以价格是一样的 都是30美元 后来政府就打算撤销关税 这个时候 美国的羊毛山企业肯定就不干了 坚决要求不能免税 否则他们自己 就无法跟英国的羊毛山企业竞争了 他们的理由 我们经常都能够听到 就是说要保护国内的民族产业之类的 他说 如果他自己倒闭了 他所雇佣的1000名员工 就会跟着倒霉 而且还会影响到这1000名员工 消费下游的像是餐馆 服装店 娱乐场所 等等的 都要因此蒙受损失 而政府听了之后 对这样的抗诉 也是无法辩驳 因此 贸易壁垒 就这样一直的持续下去 收取关税 保护本土企业的贸易保护政策 应该是很多同学都认同的 但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真相又如何呢 我们先动用自己的常识想一想 如果作为一个家庭来说 我自己制作一样东西的成本 比花钱买一样东西还要贵的话 那么我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而不去买呢 裁缝 他就没有必要自己做鞋子 鞋匠 他也没有必要自己缝衣服嘛 这是最起码的智慧 可是为什么 每个家庭都会采取的明智之举 放到了国家层面 却被认为是错的呢 我们说回羊毛山五美元关税的例子 如果不征收五美元的关税 那么故事中的美国羊毛山企业就会倒闭 一千名员工下岗 但是消费者们花二十五美元 就可以买到同样的羊毛山了 那么剩下的五美元 就可以用来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 同样是在别的产业带来了就业机会 所以啊 拆除贸易壁垒之后 美国羊毛山行业可能会受到冲击 纷纷倒闭 这是因为美国羊毛山行业的生产效率 确实是低于人家英国同行的 就应该把低效率行业中的生产要素 释放出来 释放到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当中去 像是人力 资金 还有土地 等等这一节 那撤销关税最后的结果是 美国和英国都同时受益了 那如果美国还是坚持贸易壁垒政策 要收着五美元的关税 它确实可以保护自己的羊毛山产业 但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 就是在被迫补贴这个行业 每买一件羊毛山就补贴了五美金 那么本来应该支持别的行业的五美金 却没有办法流入到其他行业 看看 这是不是又回到了破窗谬论的那一扇 被打碎的橱窗呢 同样的道理 政府看到的是国产羊毛山工厂里面 每天上下班的工人 看不到的是因此所带来的 其他种种效率更高的行业的损失 看不到的是为了让羊毛山厂 一千个工人有工作感 而其他行业所丧失掉的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关税 它只是对特殊的利益集团有利的 征收汽车关税 就保护了国内汽车制造业的利益 征收手表的关税 就只保护了国内手表制造业的利益 看得到的关税 保护的行业越多 那么看不到的受害者也就越多 所以关税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牺牲消费者 来造福生产者的手段 我们这里分析的道理 用于驳斥另外一个谬论 也是一样的 我们经常听到身边有这样的声音 说救救某个产业 像是民族产业 支柱产业 基础产业等等的 要求救他们的原因 就和刚才羊毛山商人的理由一模一样 如果政府不出手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人员下岗 然后波及到这些人员消费的下游产业 一层一层的蔓延之后 就爆发经济危机 所以说政府就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其实对于这样的要求 就是要全国纳税人 为这个行业 第一下生产效率而买单 所以我们运用刚才学到的知识 就应该放手 让这些老旧的产业萎缩 甚至是消亡 是为了让新的产业能够快速的成长 只有这样 必要的生产资料 才能够从旧的产业中释放出来 供新的产业使用 打个比方吧 如果我们要保护马车业继续的存在 我们就只能减缓汽车业的成长步伐 减低我们的财富创造 阻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们放手 让那些西洋产业消失 允许朝洋产业成长 这是保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 能够健康发展所必须的 尽管有些人 直到现在都无法接受它 说完了贸易壁垒 我们再来说说进出口的事情 所有的国家对于出口 都怀着一种病态的渴求 而对于进口呢 又怀着一种病态的恐惧 打个比方来说 就像我们觉得把茶叶和淘气 以及等等的中国制造的东西 出口出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因为赚了外国人的钱了嘛 那对于进口了别人家的汽车 电器 这些东西呢 又唉声叹气的 感觉被别人赚走了很多钱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 这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 因为就长期而言 出口和进口 它必然是相等的 当你决定增加出口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将增加进口 反之亦然 比方说 你把商品 卖给了美国的进口商 换回来的是美元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 用美元来支付 你员工的工资的吧 给你女朋友买衣服 带你老婆出去吃饭 你是没有办法支付美金的吧 那么这个美金 除非你是去购买美国的产品 或者把它交给进口商 让他们去买美国的产品 只能这样 别看那些关于外汇的教科书 感觉很高深莫测一样的 其实里面的内容 并没有什么高大上 或者是神秘难懂的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每个人都必须卖东西给别人 才能够获得购买力 才有钱去买别人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呢 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卖的是自身的劳务 而不是商品 国内的交易呢 大多是通过银行等结算机构 以注销买卖双方支票 和其他支付方式进行的 外汇市场它也是一样的 美国将外国人的美元借向 和他们的美元代向冲销 英国将外国人的英镑借向 和他们的英镑代向冲销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关于进出口的问题 我们总结一句话 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对一个国家有利 最终并不是在于其出口 而是在于其进口 是进口让国内的消费者 能用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国外的商品 是进口让他们能够买到 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东西 所以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 是赚钱来支付进口 那说完了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说 对内的经济政策 回答一下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最低工资法真的可以保护 我们广大员工的利益吗 它真的可以消灭低工资吗 举例来说吧 如果说法律规定 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工资 不低于400块钱 那么首当其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那些劳动价值不够400块钱的员工 马上就会被通通开除 法律虽然是希望每个员工 每周都可以拿到400块钱 但是法律并没有保证说 每个员工的劳动价值 能够够得着400块钱 所以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就是 最低工资法 剥夺了那些每周劳动价值 低于400块钱的人的工作机会 与此同时 最低工资法还剥夺了社会 享有这一部分人提供廉价服务的机会 意思就是说 我之前每个星期可以拿到300块钱 现在我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把最低工资法和失业救济金放到一起 我们来看 比方说最低工资法 每周规定工资400块钱 失业救济金是每周25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愿意拿250块钱 来养活一个闲人 也不能让这个人通过自己的工作 每周挣到300块钱的工资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想 就算我辛辛苦苦工作一周 也只能拿到400块 但是我躺在家里面闲着 都可以拿到250 那么我一个星期的劳动回报 就不再是400了 而是只有150了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么如果把失业救济金提高到400块钱的时候 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就是我无论工作与否 我都能拿到400块钱 那我还上什么班呢 那有没有提高工资的办法呢 当然有 但是肯定不是靠政府 最低工资法的初衷 它绝对是好的 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让大家得到的东西 比大家创造的东西还要多 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提高工资的最佳办法 还是只有提高生产力 这个话题就老生常谈了 比方说天制机器 引进发明 提高管理效率 激励勤劳工作 开展培训 等等等等 每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 全社会的财富才能越多 那么工资也才会越高 所以政府不应该 给公司增加更多的负担 而应该鼓励他们创造利润 鼓励他们扩张经营 想办法提高员工的生产力 以此来增加就业 提高工资 后面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通过来驳斥一个谬误 我们来看一看 价格体系 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经常都会听到这样的抱怨 说现在我们社会的核心 就是生产 但是你看 科学家 工程师 技师 他们已经解决了生产的问题了 但是现在的世界 却被一帮唯利仕途的企业家 所主导着 只要有利可图 这些企业家 就会让工程师 把任何东西给创造出来 但是一旦不赚钱 这些企业家 就会停止生产 他才不管众人的要求 有没有得到满足 也不管世界 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 有多迫切 就比方说 我很喜欢张信哲的磁带 但是那些可恶的商人 就因为磁带赚不到钱 就不生产了 害得我都买不到了 换言之 他们就是想说 打倒企业家 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为了把这个事情 能够说清楚 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 鲁宾逊漂流记 大家应该听过吧 话说鲁宾逊 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上 一开始 他什么都想要 上无片瓦遮身 下无利锥之地 饥寒交迫 他现在需要饮用水 需要食物 需要避雨的地方 还有防御野兽的武器 以及篝火 但是他不可能 一下子全部满足 毕竟一个人的时间 精力还有资源 他都是有限的 他就只能先解决 自己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他现在饥渴难耐 就必须先要找到 干净的饮用水 等到解决了喝水的问题 再去找吃的 再去生活 那么不管他现在做什么 做得了这个 他就做不了那个 他只能把 不那么着急的事情 挪到以后再说 这个孤岛 他就是一个 简化的社会模型 我们再来看 如果这个时候 漂流到孤岛上的 是一家四口人呢 虽然吃饭的人多了 但是大家可以协作 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比方说 父亲去打猎 母亲去找水 儿子去抓鱼 小儿子来生火 这个时候 小儿子就开始抱怨 说哥哥 你为什么不帮我呢 如果你来帮我 我的活早就生好了 那如果你作为家长 这个时候 你肯定不会把 小孩子的抱怨 当做一回事 因为现在每个人的事情 他都是急迫的 一家人不可能 为其中一件事情 而牺牲别的事 这个故事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 都无法理解 简单故事背后 所蕴含的 基本经济原则 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大家的需求 是形形色色的 比方我 我刚才说 需要张信哲的磁带 你可能需要 一双耐克的球鞋 他可能需要 一台智能手机 每个人的需求 完全不一样 加在一起 就有数不尽的需求 那面对现实生活 这个放大了的孤岛的时候 就没有在孤岛上那种 口渴了要喝水 肚子饿了要吃饭 这种直接的需求信号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平衡 如此多的需求呢 究竟该先满足谁呢 该把劳动力和资本 投放到什么地方去呢 解决之道啊 正是我们要说的 价格体系 也就是通过生产成本 价格 利润 三者之间 不断变换的交互关系 来调节的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啊 可能有复古情节 想要张信哲的磁带的时候 那么磁带的价格 就会上涨 价格一旦上涨 商家看到它有利可图 就会涌入磁带生产行业 生产出大量的磁带 来满足需求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如果供给太多 彼此竞争 就会导致价格利润 慢慢的下降 逐渐把磁带的价格 平移下来 就有很多的生产者 被迫出局 转过头来又看 那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了 大家对智能手机 有着强烈的需求 那么同样的 生产商又会开始 去生产大量的手机 正是通过价格体系 让成千上万种 不同商品的相对供应量 得到了有效的调节 也只有通过自由竞争的 市场调节机制 才能够把品种繁多的商品 和人们庞大的需求 匹配起来 这种调节机制 它是没有可能 由哪个个人 或者由哪个组织来做到的 当政府不了解市场 这种自动化的体系 对市场不放心的时候 他就想试图去改变它 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回头看看苏联 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 回头看看我们 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 结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生产的过程中 有的生产要素 它是恒定的 比方说 阶段劳动时间内的 生产力的数量 还有土地资源 它也是相对来说 波动幅度不大的 所以我们生产了磁带 可能就没有资源 再去生产球鞋 生产了球鞋 可能资源就没有办法 来生产智能手机 所以每一样东西的生产 都是以牺牲 放弃其他东西的生产 为代价的 当我抱怨说 为什么我喜欢 张信哲的磁带买不到的时候 我的抱怨 其实它是不成立的 因为只有通过 价格体系的调节机制 整个社会的生产 才能够达到 足够高的效率 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产品的价格 它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我们通常会觉得 价格不就是 产品标签上的数字吗 它不就是 由生产者决定的吗 一瓶可乐三块钱 那是可口可乐公司订的 一件耐克的衣服500块 那是耐克公司订的呀 但是我们刚才说完了 价格体系 它是如何运作的之后 我们应该能够明白 价格 它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反过来 价格又影响着供给和需求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产品的价格 不是简单的 由产品的成本 加上合理的利润 而得出来的 所以啊 决定火车票价格的 不应该是原来的铁道部 决定房价的也不是房地产开发商 决定它们价格的 是我们每个人的需求 最后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吧 我想说一说通货膨胀 还是先讲个故事 话说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 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 引人注目的 也是非常夸张的 超速通货膨胀 就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的赔款 当时德国政府神来之笔 就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筹集赔款 使得从1992年1月开始 一直到1924年 德国的物价 以不可想象的速度飙升 当时啊 一份报纸的价格 在1921年的时候 是0.3马克 到了1923年11月的时候 一份报纸的售价 已经是7000万马克了 德国马克的价值连续暴跌 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工人们的工资 当时一天要分成两次法 到了傍晚 一支面包的价格 就等于早上一栋房屋的价格了 听到这个历史事实啊 是不是就跟听段子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通货膨胀 它不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自古以来 通货膨胀 却诱惑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 并由此引发了多少的经济灾难 其根本原因就是啊 人们常常把金钱和财富 混为一谈 真正的财富 是生产出来工人们消费的东西啊 比方说食物 衣服 住房 汽车 钢琴 还有图书 这些东西 等等的 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 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 因为我们的直觉观察是啊 如果我自己有足够的钱 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我手里面的钱是之前的两倍 我就能够买到两倍的东西 我就比之前富有两倍 这对于我们的直觉来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嘛 但是认为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 并且分配到每一个人 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富有 这完全就是天方夜谭了 那我们还是用政府修建大桥的例子 来解释通货膨胀 要花费5000万 我们之前说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政府是用收税的方法 来解决钱的问题的 现在呢 政府换了一个聪明的办法 说我用通货膨胀的方式 把成本转嫁出去 就不收税了 具体的实施办法呢 就是回到家 关上门 我印钞票 好 印了5000万 卷起袖子 准备建大桥 于是啊 就找到了大桥的总承包方 A 把5000万通通交给A 说这个事情你搞定 我等你好消息 第一轮钱就到了A的手上 A拿着钱呢 花钱雇人 花钱买材料 然后找到了施工总承包方B 第二轮钱到了B的手里面 B也一样的 花钱雇人 花钱买材料 然后又找到了劳务分包方C 第三轮钱 C手上 同样 C把钱又花到了第四轮D的身上 我们就来看 ABCD四个人 A呢 直接从政府拿到钱 通货膨胀还没有开始 第二轮到B身上的时候 5000万已经有一部分流通出去了 物价有所上涨 但是B还是赚到钱了 第三轮到C身上的时候 物价已经涨上去了 随着货币进入市场时间的推移 物价的反应就会越明显 所以C拿到钱的购买力 已经大不如前 C吃了点小亏 轮到D的时候 他拿到钱 通货膨胀已经完全反映出来了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D受到的损失是最为严重的 回头来看 A转大法了 B小转 C小亏 D亏到家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到 越是靠近权力中心的A 就越划算 越是远离权力中心的D 它就越亏 那么 A就会一直鼓动政府说 你看啊 这个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我们修完大桥 再建个大楼吧 修完大楼 再盖个体育场吧 这比我们自己做买卖可划算多了 这就是政府容易被利益集团 所绑架的原因 权力中心 总是能够听到A吹的枕边风 却很难听到D的 提机好喊 我们可以看看 古往今来的通货膨胀 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 它就会像吸食鸦片一样的 政府吸上一口 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各种强大的政府和国家 接二连三的因为通货膨胀 而陷入财务困境 最终导致了灭亡 我们回头来说 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是 一座大桥平地而起 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 但是大经济学家哈耶克说 通货膨胀是政府 对于人民公开的盗窃 不要看建大桥 政府没有征收一分钱的税 其实通货膨胀 它本身就是一种税 而且是最恶毒的那种 它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均等的 从上面我们就看到ABCD 通货膨胀 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穷人D 所要承担的赋税 比其他人更重 而靠近权力中心的A和B 承担的就要轻得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通货膨胀 它可不是机械式的 不是说我增发了百分之百的货币 物价就正好上涨百分之百 不会这样的 一旦人们的信心动摇 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比例 要大大超过货币的增发 就像一开头我们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 报纸从三毛钱涨到七千万 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 带来的结果 它给整个国家经济 带来了灭顶之灾 它使所有人 不得不服从现有的经济政策 它不鼓励谨慎节俭的行为 它鼓励各种挥霍赌博 以及其他不计后果的浪费行为 它往往使投机 比生产更加的有利可图 它扯列了稳定的经济关系 它那无处说理的不公 驱使大家乱来 各自为政 它促使人们要求实施极权控制 最后的下场 必定是幻境的破灭 和经济的崩溃 国家和民众也将苦不堪言 好了 关于书中的内容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一课经济学当中 还有很多的精彩案例 我在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 是没有办法全部说完的 只希望通过我的这次分享 能够唤起您对经济学的兴趣 希望您有机会 自己再次捧起这本书 感受它的魅力 在我刚才分析的这些案例里面 我相信会有同学 不同意书中的一些经济学的观点 特别是因为我们身处的中国社会 它并非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可是保持了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成长 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 完全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可能也未必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通过一课经济学 我们要学习的是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模式 我们在观察可见影响的同时 也要能发现背后那些不可见的影响 他告诫我们要从长远 要从全局来看待问题 我们要学习的是这样的经济学智慧 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锋他说 改变世界并非经济学所长 但是改变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长相 经济学的智慧能够给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